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在树林里他发现了一个玩偶 于是儿子把玩偶带回了家 夫妻俩看到儿子这么喜欢这个玩偶 没有阻拦 儿子还表示这个玩偶叫布拉姆斯 随后儿子回到捡到玩偶的地方给玩偶拿衣服 被母亲看到那些衣服竟然放在一个小棺材里 这时一个猎人牵着猎狗路过 猎狗见到陌生人立马狂吠 猎人连忙制止了猎狗 随后几个人闲聊了一会儿 回去之后母亲想把这个不吉利的玩偶给扔了 父亲不同意 他认为妻子是创伤后遗症在影响他 两人产生了争执 不久他们听到儿子在房间里跟玩偶讲话 决定留下这个玩偶 儿子开始把玩偶当作人一样对待 不但和玩偶一起吃饭 还拿出了一堆有关玩偶的规矩 随后母亲发现了剪坏的玩具熊 儿子表示那是玩偶剪坏的 但是母亲认为儿子在撒谎 惩罚他进屋写作业 玩偶留在了沙发上 突然电视机开了 母亲以为是儿子开的 过来把电视关了 然而一转眼玩偶就不见了 他以为是儿子拿走了 去敲儿子的门 不想房门被反锁了 这时儿子从房间外过来了 母亲很惊讶 房间里没有人 为什么会反锁 再一次开门 门却开了 玩偶坐在里面望着他 母亲吓坏了回了房间 随后儿子过来承认错误 这些恶作剧都是他做的 后来母亲趁儿子不在 翻看了儿子的画本 里面有许多疑似和玩偶对话的文字 玩偶表示 送走自己 儿子的父母会后悔 后面是一幅儿子手持猎枪 杀掉父母的图画 还有一些关于面具人 以及杀狗的图画 这让母亲想到了前两天 猎人说过的 他的狗不见了 这时儿子进来了 和玩偶穿起了一样的衣服 这让母亲感到更加诡异 吃饭的时候 他表示 不再承认玩偶制定的规矩 儿子听后表示 母亲惹玩偶生气了 母亲气得离开了餐桌 就听到餐桌被掀翻了的声音 儿子抱着玩具走了 父亲回来了 母亲就赶紧给他看 那恐怖的画本 却没有发现诡异的图画 父亲认为 是妻子想象出来的 第二天儿子不见了 夫妻俩连忙出去找 一路找到了那栋破旧的别墅 母亲顺着房子的暗道 来到了当年面具男的房间 发现了房子的主人 和玩偶的合照 随后儿子戴着面具出现了 这时他已经能正常说话了 夫妻俩非常惊喜 这时猎人也赶了过来 夫妻二人询问他 这家人的故事 猎人告诉他们 这家人的儿子是个疯子 他曾经杀了一个小女孩 后来因为害怕 放了把火 外人都以为 他被火烧死了 事实是躲进了墙里 生活了很多年 他的父母自杀后 又跑出来杀人 最后自己自杀了 这个疯子叫布拉姆斯 和玩偶竟然是同一个名字 夫妻俩感到有些恐怖 他们连忙问猎人 有没有找到他的狗 猎人表示狗已经死了 因为约了客人 夫妻俩暂时没有带儿子 看心理医生 下午客人们来了 几个孩子一起在院子里玩 一个小男孩就不停地嘲笑儿子 这时一边的玩偶 微微侧头 男孩就踩到球摔倒了 胸腔扎中了木刺 大人们连忙带他去了医院 好在没有危机生命 夜里玩偶仍然在院子里 这时儿子连忙告诉母亲 玩偶想让自己 一直留在这里陪着他 如果自己不听话 他就会杀了父母 母亲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就连忙去网上查了玩偶 也从而查到了那个破旧的别墅 发现这里住过的每一个家庭 都跟玩偶有过合影 而且都是家里的小男孩 突然发疯杀人 另一边父亲在医院 刚好跟一个人闲聊 说到了破旧的别墅 那人表示 这个地方住过的人都疯了 去年有个猎人住进去 也是疯了 然后就下落不明了 父亲听后连忙赶回家 而家里儿子已经不见了 母亲连忙到处去找 这时猎人拿枪对准了他 原来他被玩偶蛊惑了 那个拼玩偶的就是他 猎人还表示 玩偶和他的儿子快要合体了 母亲听后赶紧放到猎人 跑去要救儿子 可惜此时儿子已经被控制了 他举起猎枪 要杀死母亲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父亲赶到 直接打碎了玩偶的头 然后儿子摆脱了控制 这时猎人过来了 他表示 他们这么做是没有用的 随后一家三口 看到玩偶自己坐了起来 杀死了猎人 想要再次控制儿子 儿子抱起了玩偶 转身却把玩偶扔进了火堆 一切都恢复了瓶颈 经历了这件事 母子俩也走出了阴影 可到了晚上 儿子却突然起床 在衣柜里翻出了那个面具 带到脸上对着镜子说了句 晚安 布拉姆斯 我们在这里会很开心的 如果他们也能学会规矩的话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